牛仔褲 有超過百多年的歷史 而在款式上都不斷在轉變 相信無論男士或女士 你們的衣櫃都起碼有一條百搭 以及可以配襯到不同造型的牛仔褲 今年就是2017年 設計師就用上不同的剪裁和物料 令我們穿牛仔褲的時候 不僅是更加舒適 還可以看上去線條更加完美 在2017年, 貼身扎腳的牛仔褲 依然非常流行 女裝的牛仔褲不少款式 都用了超能力的牛仔布物料 輕薄柔軟 就算穿久了 都可以保持原有的褲型 深藍色的貼身牛仔褲 風格休閒時尚 你可以配搭一件無靈的牛仔襲衣 襲衣上的襲 令整個造型添上幾分女性的優雅 又帶點春天的清新氣色 現在的牛仔褲真的千變萬化 無論你是屬於甚麼風格 應該找到一條牛仔褲適合你的剪裁 因為牛仔褲差不多每天都穿 我想大家除了關心牛仔褲的款式之外 對它用的物料也有很高的要求 為甚麼呢?因為希望可以穿得型格之餘 也夠輕身和夠舒服 當然 男士們周末的造型應該休閒得來 也要帶點型格 這條淡灰色, 少少爛爛的牛仔褲 用上彈力物料 柔軟又輕身 和一般重身的男裝牛仔褲不同 圓嶺白色T恤 搭配深藍色的外套, 簡單有型 最適合春天炸戀環寒的天氣 深藍色牛仔褲, 襯墨綠色大衣 是永遠不會過時的穿法 這條牛仔褲所用的布料 包括棉和彈性纖維等等的物料 穿上身, 好像運動褲那麼舒服 又不失形 有型格 接下來牛仔褲的設計 吹向用更多舒適 手感柔軟和輕身的物料 不再是局限於用較為傳統的牛仔褲 所以牛仔褲除了款式會越來越型格 還會越來越舒適